哈喽 于老师好 嗨 金明哥好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你十年前这本书 你应该没有想到这个 你之前的这本书又被这个读者再翻出来对不对 对 因为去年那本书就是 差不多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些读者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老师你这本书怎么不早点出 然后他刚好三十几岁遇到一些人生的关卡 然后觉得他对他很受用 那可是对一些刚出社会啊 职场新鲜人 他就会觉得我的去年的自立时代 对他来说有点点 有点距离 所以他们纷纷又去找回我这一本 超强搜集力 就职场公关黄金法则 他们觉得说看完之后他觉得更受用 可是这本是十年前出的 然后所以刚好出版社也跟我讨论说 那你要不要再把它update一下 更新一下 然后我们也换一个封面 那重新把它再版 因为十周年居然还在热销 然后我说好啊我们也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刚好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就推出了就是超强搜集力的这本书 对然后反应还蛮不错的 甚至很多年轻人还是觉得这本书很受用 然后尤其像现在这个状况 我的书里头像出版社有讲说 这本书好像是一本预言书 因为里头有谈到无心价 刚好出这本书是SARS那一年 那现在的话是就是COVID-19 这个状况是全世界又影响又更大 那实际上对很多在今年就是毕业的一些大学生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人生根本都没有遇到事情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他考上 像我一个朋友他考上 儿子考上的哈佛大学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美国报到 对那就是真的是很蛮可惜 现在甚至有些学生就是 他如果要去美国念书 现在没办法入境 他们就在台湾做线上教学 对所以在这本书里头 就是给大家一些鼓励说 没关系在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来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公司SARS 在SARS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成立 然后也影响到说 我们公司的一个业绩或是影运状况 我都是走就是随缘的一个态度 就像现在你现在这个疫情 你订定了年度的计划 或几年的计划 实际上变化更大 对 所以这个好像经济有一个 这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循环 那其实对应我们这个人生 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你有些坏习惯 或者是有些没感 你搞不清楚的话 你一直跳槽 一直换公司 其实都是一样的循环 都遇到一样的命运就对了 因为你如果没有把自己 就是导正就是做好 那实际上你讲的就是 他到哪里 其实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或同样的瓶颈 他可能就会选择 他就是离开 然后他就是换工作 他并没有去面对 怎么样去改进 那这本书里头 就有提到蛮多的一些案例 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非常适合那个新鲜人来看 因为你一路职场 其实很多人不会跟你讲职场的一些 不管是潜规则 或者是正式的规则 你一定要透过自己去学习 或自己去感受 你才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差别 对或者是出去的时候 你跟着老板 或者跟着主管一起出去开会 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 每个你踩到地雷 其实你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这本书里头都有蛮多 详细的案例告诉你 什么样什么时候发明片 或者是你在寄履历表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的 头顶的履历表 可以让主考官可以看到你 然后让你有机会 或是在你面试的时候 有机会至少可以成功一半 所以这个也是你当时刚开公司 所遇到的很多真实的状况 对或者是说 我一路的这个工作经历 或是周遭的一些朋友 客户的一些实际案例 所以其实就是蛮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老板你在想什么 或是同人们在想什么 那其实只要换个立场 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 其实我来看这本书 我发现很多状况 都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 可是我们年轻通常 我们都会先怪罪老板 或者是因为薪水太低 我才没有办法去投入我的热情 对不对 很少人一开始会检讨自己 对 因为实际上可能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这家公司他愿意缴你 还可以付你薪水 你要觉得很感动 不然你就去外面自己去进修 你自己要去付钱 那所以在一路上的话 都是抱持着很感恩的心 就是说每家公司 然后每一个老板给我 基本上都是尽心尽力 去达成使命 所以里面其实 一片一片的这个短文散文 然后可是呢 都有很多智慧在里面 包括我们那个余老师 刚刚讲的什么时候发明片 你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的特别 你带着新人去参加一个会议 结果你们的新人居然冲过去 跟对方的总经理交换名片 对 你就非常错愕 对 其实有时候在出去的时候 尤其是在人多的一些场合 正式的场合里头 那你要怎么样扮演好这个角色 然后还有在就是互相在 碰面的时候 你在介绍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从 当你自我介绍 然后马上就先从老板这边 开始介绍 照顺序 对照顺序 按照辈分的这样一路这样介绍下来 而不是大家就是急着换名片 然后先冲过去 然后你反而就是把老板放在最后 放在最后一个街上 所以那时候应该要看老板的这个指示 对不对 老板认为说 我们已经这个先软场完了之后 让年轻人开始交流了 这时候你才是你交换名片的时刻 对 然后可是这些都是很细节的每个 你在现场的时候 老板不可能这样子 赶快这个真的是你要去查研 不会那么直接 对你要去查研观色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因为在那种场合也不能够讲那么直接 对 只能够你细心的去观察 老板认为你该怎么样 包括里面有讲到这个 连你们办活动啊 发现有人订便当就是特别好吃 有人订便当就特别难吃 对 原来这个还是小细节 对像譬如说有时候工作 你职场 有时候你要负责就是全体同仁的一个便当 那实际上大家辛苦工作就无非就想吃一个很丰盛的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 然后可是你要在控制在预算内要好 所以其实你要花点心思去找到好吃的便当 对 然后那你如果就是觉得说反正你在减肥 大家都是跟你一样都是很吃的很清淡 那你只有订了一点就是 就是不能用个人喜好啦 对对 因为有些人他不想吃肉 有些人不想吃鱼 然后你就用你的喜好去订全部人的便当 对对对 我觉得至少要澎湃啦 然后又在预算内 你不要说又订个添加 因为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办活动 还是预算有限 对对对 有时候一百个人你订个三百元的便当 那这个也是蛮可观的一个数字 所以在有限的预算挑到最好的 最好吃的便当 其实只要你事前愿意多花点功课 现在Google这么方便 你很容易查到地图周遭的 真的真的 比较推荐的东西 像我们这几天刚好有在做活动 然后我们的同仁就特别有去找 在附近哪里有好吃的 或是说有一个好的下午茶 那这样至少大家都会觉得还蛮不错 在工作之余还可以去考察一些新的一些餐厅 所以我们刚刚举了这两个简单的例子 几乎都是做人处事该注意的 好像其实如果说家庭教育有 这个父母亲当时有好好的提醒你的话 其实你出社会可能会少碰一点钉子 对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家庭教育 家族的人常常聚在一起 那你就会遇到就是亲朋好友 对 亲戚 那你遇到长辈的话 你要想说你家人 你平常都是怎么样对待长辈的 那其实你的孩子们也会跟着你学习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家庭教育是很有礼貌的 然后长辈上桌 然后什么时候开动 实际上这些你在职场上面 你就很容易你不用再有人再特别去教你 可是发现现在很多可能父母也忙碌 也比较少就是家族的一个团聚的一个聚会 所以其实孩子们很少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大家都是小家庭 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那种伦理 对那个辈分要怎么去做 然后所以变成说 我觉得这本书刚好就可以让很多孩子们 可以看的一些书的内容这样子 对包括里面讲到连请假你也要不能乱请 不能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也拿出来请假 对对对 然后包括学履律也有讲到 学履律的话其实还是要有一个 虽然要有自己的特色 可是该注意的该写的还是要写 不能够太 对因为毕竟你是要去应征面试一家新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照片来说就是一定要中规中矩的 最好去照相馆拍一个大头照 就是身份证的照 是的 就是对 五官清楚的 然后一绒端庄的 那不要就是用手机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而且还有些爱修图啊 你修个很过分 到时候你来老闆都认不出你了 是的 是的所以就是履历表这块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履历表多花点心思做一些简报 那实际上就可以让主管看到说 其实你会简报的技巧或是你会一些绘图的一些软体 这些对你的在面试的时候都会有加分 可是如果有些人认为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总机小姐或者是个业务助理 我根本不用去搞公关或者是不用去社交 那我还要注意那么多细节吗 我觉得每一项都很重要 就是说其实这是你自己就代表你 所以你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状况你都做得很确实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总机 有很多人是从总机做到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其实他就是把每一份工作做得很扎实 然后把它做得很好 刚创业或者是职场新鲜的时候 你自己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吗? 一路上的话因为可能都还蛮多贵人帮忙的 都有人提醒你 对都有人提醒 或者是说只要有人点我一下 或是念我一下 我不会让他再发生第二次 我不会让人家再念我第二次 所以自己一定要把 就是说譬如说 像我术语头有提到一个 就是你寄出去的寄名条帖 你可能随便就是手写 然后我就马上背我主管说你字怎么吵 你这个寄出去的东西就代表是公司的形象 不是只有代表你 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自己 我们公司都会有固定的名条题 绝对不是自己手写 不能用手写 对甚至每一个就是我们的货品箱 也全部都是SOP做好的一个表格 对然后这样子出去 那这些都是小细节 你庆菜写一写 你东西遗失了 其实你要再找回来都不好找 你就会连带影响到很多的货运公司啊 我懂 快递公司啊等等 你还不如在你的第一个关卡 你把它做到好 做到toss做到精准 对每个环节的搬运货运公司来说都是很轻松的 对因为你用手写可能会比物 对不对 然后又有可能字好看跟不好看的一个差别 对对方收到他的感受就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标准的格式就对对对对 都是电脑化这样子 都电脑化 我们有请程式设计师帮我们去写好一个软题 对 然后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会投资的啦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标准 然后里面从个人开始慢慢就谈到你的专业 对不对 也有提到一些专业公关公司该注意的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进入这一行的话 因为很多人买出可能是为了 因为你是公关教主 所以很想跟你学习 所以如果真的进入公关这一行 是不是要注意的细节就更多 其实应该说专业的技能一定要有 我们通常会看出你是不是相关的科系 比如说你是新闻系 大众传播系 然后中文系也很不错 因为我们常常会写到中文 要文笔啊 对这文笔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当然你会有一些那个剪辑 尤其像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 自媒体 对自媒体 如果你会这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话 又会再更加分 那对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的话 你如果不是在从事这个方面 我觉得你自己去进修 然后阅读很多这方面的数据 我觉得也是可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可是进入这一行难免就是责任制 那年轻人到底怎么看责任制 有些人觉得这是很好学习的机会 有些人会觉得我被压榨 对 我觉得是要看 看每家公司的一个文化 像我们公司的话就是 上下班都还蛮正常的 同事们下班都会自己去做运动 或是有自己很多的 怎么讲 休闲的一些活动 所以其实还好 在我们公司历届以来都一直都还好 可是这老板自己的想法也很重要 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带头运动的话 很自然你就会希望大家下班 赶快去运动 是的 不要再加班了 是的 甚至我们公司也会帮同人们 就是说我们公司附近的有那种健身房 有给我们公司特别的优惠 那也会给大家这个福利 那就其实要不要运动 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给到优惠已经是超级完美了 那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愿意 那有时候人家会说 那我公司我帮你付 付这个钱 可是付这个钱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免费他不一定会珍贵 对 所以还是让他付一点点钱 对 真的是付一点点 可能他付一点点钱 外面都没有这样的行情 也没有人报名 对 就是说人数我们还是凑不足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老板这个带头号召 包括你个人也是以身作则 其实你自己也热衷运动 对不对 包括其实你里面的照片 很多都是骑马术的新照 这是你这两年的兴趣吗 没有应该是骑马术的话 也有9年 骑到现在 对 骑到现在 其实我骑的是马场马术 刚好书里头的这本就是 我们公司在去年10月3号的时候 成立运动职人部门 然后这位是我们公司旗下的运动员 就是Jack FEI的国际的副会长 那这是他的马 所以你现在就有签一些运动职人 运动职人 对 运动职人跟一般艺人有什么差别吗 你们在操作上 我们操作的话 应该是操作是运动明星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实际上他在运动领域 他都有拿到蛮多面的金牌 而且都是国际赛 他可能是亚洲的冠军 亚洲的金牌 然后甚至说是国外的话 也是世界排名的 那我们其实就是运用我们的擅长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就是包装变成了运动明星 可是我们会着重的就是 他还是在他呈现他专业的部分 对啊 可是有时候运动员他会不会担心说 我如果去过度的进入所谓的这个行销场合 他会忽略他本来的练习 反而成绩变差 过去也有一些例子 对不对 当他变红之后 他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练习 跑了太多社交场合 我们还好 我们大部分的话都是专访 那刚好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然后我们大部分我们的运动员都没有比赛 然后都是在台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蛮多的一些 媒体的一些采访 或者是一些广告的一些案子承接 不然就是说平常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台湾 是刚好这段时间他们在台湾 可是你要怎么样跟运动员沟通 就是让他愿意这个 透过你们专业公关公司的协助 而不会影响他本来的成绩 我们刚好我们现在签的这些都是拿到金牌 能拿到金牌的这些都是不简单的 就是自我要求很高 他其实不太会受外界的一些影响 而且我刚好签约合作的这几位 都是老板级的人物 所以其实他们都很知道自己要的方向 不太会受外界的 就像你讲说 我今天去拍一个杂志 然后就会做了改变 当然你有一些曝光你会很开心 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小心翼翼的部分 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跟我们公司签约 我们也会慎选 就是说合作的一个对象 所以不是你成绩好 我就一定会签你 还是要考虑人格特质 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赶 就像你讲你原本是默默无名 然后可是公司把你就是一戏之间 变成说大家都知道你 家喻户晓都知道你 那你还会不会知道说 其实当初提拔你的是谁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约就是可能只有几年的时间 那之后你会不会像很多如果说真的是像演艺圈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一些A咖的艺人或者是说像郭富城 然后他跟他的经纪人就是甚至很多很多台湾的一些经纪人 跟艺人关系其实都已经像情同姐妹或是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非常的信任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要互相信任 人和你才能把东西做得更大 然后做得更长久 对我们过去有常常看到一些负面新闻 就是人红了之后就想要解约 然后就会不愉快 就打官司 是是是 所以我们其实这几项运动也是我们公司有赞助 然后甚至推广 然后有四年的时间 所以也是有四年的一个合作经验 然后我们只是在四年之后 我们又多做了一个就是运动经济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服务 在里面有讲了一些你过去非常夸张的例子 包括你们要把一台跑车弄进去夜店里 对 居然把墙打掉 打掉 那个真的就是有钱就是大爷 要有很强大的那种决心才敢下这个决定 对 为什么居然敢打墙 因为那个时候是F1就是苏马克赢的那一台车 就是冠军车 那愿意把引擎拿掉 那个壳 它其实运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在仓库 然后我们要运到夜店的时候就发生说 哇那个车因为它变得很薄 你没有办法就是侧着下楼梯 所以我们变成说考量的 就16个男生要把他平台下去的话 我们要把一面墙给打掉 对啊 然后那就是付钱给店家 然后我们在那场活动完之后 再把那台车运走 我们再欺负原本的水泥墙还给店家 蛮特别的经验的 对对 因为很少办到活动说直接把墙壁拆掉 对直接把你屋子拆了 然后再重新再还你一面新的墙 然后一个晚上就要复原这样子 一个晚上就要复原 哇这是很难得的体验 这半年我们这个其实各行各业都受蛮大的影响 那你就你个人的一个专业 你怎么看这个疫情各行各业的一些 怎么调试或怎么去面对 其实就是我们在产业里头 我有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 那些数据分析里头 你可以看到说消费者 他的在这段时间的购买率 大部分都会变成电商会比较多 因为大家不敢出去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品价会最多 就是居家的 然后或者是户外活动的 所以像我们公司反而就是一些 新增长的一些户外 你说马术 因为他都在户外 然后高尔夫球声音也都是好到爆 所以在有些跟高尔夫球相关的一些用品 他声音就会很好 因为他空间比较大就对 对对对 像我们最近才做的那个 Majosti的这个球杆 那就马上就是可以半计者会 或者是一些居家用品 居家用品的话 像一些盘子餐具刀子 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每个人都在练厨艺 厨艺每个人都精进 要么就是居家的一些收纳 虽然像最近的话 你如果看一些网络上有一些收纳的一些课程 他的报名人数也爆升 因为你就多一些时间 你可以整理你 在家 你可以好好把你的屋子 你把它好好地整顿起来 对这时候就装潢啊 这些都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虽然有些产业被影响 但是还是会有别的产业会冒出头就对了 是是是那当然有些产业你被影响 那你要在这这段时间也不要气馁 你要想到说我又什么样的一些变通方法 行销方法来让你的消费者来购买你的商品 对反而你也就是可能不要太遵循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 反而去走一些不同的路线 我觉得反而是让你在做行销公关的这些运用上面 你变得更多元了 你使用的一些方式也更多元了 我觉得更好 对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既定的一个方式一直在操作 你不会去思考说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出门 你要怎么去做 是是是是 包括很多人这个放无心价 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工作变少了 其实在家时间变多 其实也是一个进修的好机会 对真的真的 不管是说你要好好的运动把身材练好 或者是说你之前想要去学的一些语言 你也有很多的时间 或是你要去学考个驾照 其实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以前 可能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moment 让你好好的去沉淀下来 去想想你自己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对景气好的时候拼了命工作 拼了命赚钱从来不会沉淀了 然后遇到这半年大家都一个 对然后还有你也会发现说 有些东西不见得是很需要的 断舍离啊 断舍离这时候就非常非常重要 在你人生的时候什么东西是 是最重要的 一开始你可能会很追求的一些物质上面的 那也许在这个时候这个moment也许会觉得说 他不见得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不过我相信于老师你个人能够成就到今天 包括你创业这么多年 然后完全没有被这个产业达到 你应该对自己很自律对不对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自己怎么 过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生活 不管是在工作或学习 或者是个人休闲运动方面 其实还好耶 就时间排得好像蛮紧凑的 连周末假日也排得很紧凑 对啊 大部分就是像今天如果活动 我可能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六点半就出门了 还帮我们的工作团队都买好早餐 哇算很早 一般传播界或公关界都是夜猫子 对我都没有 晚上比较有灵感 我都很早就睡了 我昨天十点半就躺在床上 然后大概在晚一下电动 大概十一点就睡着 然后早上六点就要爬起床 对然后就当然就是准备 那当然出门的时候 我现在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 就是你用到用过东西 都把它归回原位 那你这样你随时回到你家里 你就会觉得你家里是干净又整齐的 因为你以前很匆忙 你很多东西就先乱丢先放着 你这个日记月累 你就变成一个礼拜要大扫除一次 就是家里可能变成就是乱七八糟 所以其实随时随地 你就要养成就是整洁整洁这样子 然后对啊 然后就工作啊 然后来上汉森节目啊 上李静明大哥的节目啊 没有其实我看那个余老师 这个动态也非常的活跃啊 包括不管工作上的一些 动态po文或是你个人 其实我觉得你对健康或社交 其实这方面都蛮自己的一个品质啊 就是忙里偷闲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的工作 然后到了中午 那我可能会请我的秘书就是在附近找一个好的餐厅 我们就好好的享用午餐 然后就喝下午茶 那当然下午茶刚好是很厉害的感觉 特调的各种还有地图 很有故事性的 那他当然调出来我只能每个评一口 不好意思我要先走 因为我要敢去录这个节目 那我就要先走 因为不能迟到 然后就赶快先跑来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么繁忙当中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的掌控 你不能迟到 对对对 因为你一个迟到 你可能接下来连串的事情都会迟到 甚至说有些你就会要取消 所以我觉得时间的掌控就还蛮重要的 而且心情一定会被影响 因为你匆匆忙忙 对对对对 所以我喜欢就是提早 提早作业 就是比较不累 像我们在做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也是 我们都会养成 就是在之前一个礼拜 我们其实终于都会准备好 活动前一天 大家也都会很 就是准时下班 然后其实你就养好整个的 整个的身心灵状况 然后再应付就隔天的大的活动 那其实整个团队的效果会很好 你如果前一天 你知道七晚八晚 就像你讲 灵感晚上半夜才来 那其实你隔天 你没有力气再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而且如果你是 这个精神状况不好的话 可能你的反应又变慢 你可能就会出很多状况 对不对 像我们一个同事也蛮不错 他早上好像四点就爬起来 五点就去跑步 所以他其实比我又头脑更清楚 更灵活 对对对对 我之前也可以就是六点钟去跑步 对 现在已经爬不太起来了 对就是没有办法去跑 因为太热了 我大部分就是傍晚跑步 对 然后晚上尽量晚上做运动 可是我周末完全就是我的运动时间 我可能会做重序 我可能会打高尔夫球 对 不过这样讲好像是 我们如果进入职场 我们要掌控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好像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到底要的目标 对不对 对 然后甚至有些兴趣或有些这个嗜好 你还是要适当的去做调整 对对对 甚至说你工作上你有一些压力 甚至有时候工作会议啊 已经忙的没有办法透气 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要让自己缓一缓 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譬如说你抽空一个时间喝个咖啡 或是附近哪里 是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地方 你去充个电 你再回来你的工作上面 你就会比较有活力 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就是一直忙于工作 其实是一直很操劳的 对啊 可是有些人他因为工作压力 他会沉迷某一些东西来抒压 可是如果你浪费太多时间的话 其实又造成另外一种负担跟压力 对 所以还是要去注意说 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 就是不能过多 譬如说我可能爱看韩剧 你知道这个韩剧有时候一看一看 一追下去没完没了 一定要追到完结篇 对 你一定要不要让自己就是 跟到那种半夜三 因为有时候你追剧 就一直跟到半夜三 可是你隔天早上起来 你一定会很痛苦 对 对 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想说 不行 一定要去睡觉了 这样对 甚至打电动对不对 有时候你一定要破关 对 可是破完关之后又有下一关 你就没完没了 是的 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像讲 自制力就很重要 对 好 那最后一篇其实在书里讲到的是一些 个人的这个外在的一些形象 对不对 你也提供一些建议 包括你的穿着 你基本的这个 如果你是女生可能还要做一些化妆 哇 你居然交到那么细 是的 所以像今天来上金明哥的节目也要特别set一下 平常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而且今天还帮我们用那么漂亮的光 苹果光 对苹果光 那感觉我好像就是简单的就好了 可是 我觉得是一个专业跟一个尊重的一个态度 可是到底要投资多少 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开始舍不得买西装 舍不得买化妆品 因为他觉得我薪水那么低 那我画了又没人看 其实现在应该是说服装的话 有很多的快时尚像Zara 或是那个H&M 就是Zara 其实有很多的平价的一些服装品牌 或是韩国小店 其实都可以买到 买多的 平价衣服又好看又西装 对一整套买下可能 一套西装可能才2000多块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投资的 因为你会经常穿 对 那你化妆品的话 你像屈臣室啊 或是那些 开架式的彩妆 都非常非常的棒 我觉得用那些 像我自己也会用开架式的一些眉笔 或他睫毛膏 其实就已经非常好用 就不一定要专柜就对 没错 所以重点是你要养着那个习惯 对 因为你其实自己打扮的 就是容冠焕发 其实也多给一些机会 因为公司这么多人 对不对 那老板他可能 或一些主管的话 他可能会找的就是说 他已经打扮得很好 看起来就是有那个专业度 那可能说在有些活动上 或一些出勤的一些上 你可能机会就是比别人 就是多一点机会 对 所以这个工作还是要有 对自己有些期许 要有一些规划 对不对 你不能认为等我升迁了 我再来注意移龙这样子 对 你就要随时说机会 可能有一天会轮到我 你就是把你自己就是随时就是 就是准备好 然后随时机会给你的时候 你就好好的把握住 对 可是我们到底要投资多少 不管是自我进修投资时间 然后我们要花多少钱 投资自己的外债 这个比例上的拿捏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投资不用花太多的费用啦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不要造成自己的负担 对 因为你我觉得你不管赚多赚少 你赚少也是可以有一部分 你要把钱存起来 那积少成多 对 然后你的运动你可以做跑步啊 或在家里做一些 养卧器做 自我训练 对福利行政这些都不用钱 对 尤其你在户外跑步或什么 那些都不用钱 然后你直接开价的话 那也可能一千块以内就 你可以用很久 对 你也不用花到太多的钱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慢慢投资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其实都是借口 对不对 因为你懒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哎呀我钱赚那么少 我不要花那个钱 其实是很便宜的成本 但是因为你懒就对 好 最后老师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这本书还是有很多推荐人 对不对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推荐人 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你这些文章 其实他们真的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啊 实际上我这些推荐人 像比如说方文山老师 方文山老师 在去年智力时代的时候也有帮我写文 那我们虽然没有很常连路 可是每次碰面的话都是很有默契 然后跟感情 然后方文山老师也出书 他的书写的更深也很很很棒 我很少看到作词人能够把这个歌词的意境写的那么深入的 就是啊 我觉得他好厉害 所以老师很厉害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服装设计师豆腾黄 我们也是常常的有联络 有合作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一些国外的一些外宾来到台湾 他们的公关有赞助我们的服装衣服 或是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些网路的影片 他们都有我们都有做这方面的一些服装的一些合作 那也是认识很多年朋友 然后余子晴 他是美国世界日报的洛杉矶的副社长 他其实是我姑姑啦 那我去年的时候 还要特别飞一趟美国去找他 然后去看一下就是世界日报洛杉矶总部的一个感觉 就已经还蛮酷的 对那另外一位就是王美宜是前迪欧的精品总监 他现在人在加拿大 那我这本书想寄给他 可是加拿大还现在在锁国 所以连物品还没办法寄到 寄不到 对所以我们就等哪天加拿大就是开放的时候 我再把这本书寄送给他 他也是认识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一直到现在 对 然后那另外的话就是 迪欧国界总经理洪玉渊 那我们到现在就是他公司很多 我们不仅是朋友 然后他公司的活动也是委托我们公司帮他做宣传 那他现在的公司 带领那个Mission S就是篮球的一个运动服品牌 然后也做得很好 对也是有委托我们公司帮我们做宣传 那另外就是台湾松下就是Panasonic 你还行进科技艾比的董事长 其实我们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对 然后里面很特别居然有刘谦帮你写推荐 你们两个怎么会 刘谦 我们其实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说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渊源 那是我弟弟看到我这本书里头就说 姐你书里头有刘谦 然后说你知道他爸爸跟我爸爸 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是好朋友 我说怎么可能怎么那么巧 刘谦也会觉得这么夸张 马上我就说当下你call你父亲 然后我call我父亲 我们就马上约他到in house 我们就好 马上就把彼此双方的父母就约到in house 结果两个是好适交 等于是年轻的时候都是玩在一起 只是后来都是结婚生小孩之后 都是各自家庭没有时间相聚 那反而是下一代的话聚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又彼此又开始联系 所以这个感觉也蛮好的 那另外的杨化华哥就是这本书的推手 他是TVBS新闻部的副总监 他一开始就提醒你可以留下一点东西 其实这本书就是他那时候跟我约喝咖啡 然后聊一聊 他说June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给 分享出来让大家 他觉得很很有意思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他的引荐 让我认识到我前这本书的那个出版社的社长 然后Kelly 然后我们就一起碰面 我第一本书是高宝出的 然后就帮我出了这本书 然后结果在内衣 那个时候出的时候没想到就是 大陆刚好出版社刚开放民营 然后所以南京出版社也找来台湾 所以他们一开始缺乏很多书的来源就对 你说大陆那边 大陆那边 所以就找到你这本 找到这本 然后打电话到台湾 那时候他们还想说怎么 那个时候两岸还没有特别在这个出版社的这方面还没有交流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先把版税汇过来 我再把作者电话给你 然后那 就真的是 是真的 然后所以南京出版社还帮我出鸡家酒 然后让我飞到南京跟他们开会 然后之后还帮我在上海国际署展 帮我办了这本超强social lead的一个签书会跟赌书会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上海是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创举 所以你一开始要他先会版 所以你是怕诈骗集团 不是是出版社 对出版社那时候是怕诈骗 想说有这么多有名的这些作者都没有出简体版 那一遇创举你一出就马上大陆就找来出 所以担心是骗的 对结果是真的 然后所以也很谢谢我这本书超强social lead的南京出版社 那也希望说这个新版的话也有简体版 然后可以 愿像我有些读者是马来西亚的读者 那他们也想买这本书 我看他们在网路上帮我留言也是简体字 嗯 其实你这本还有简单带到一篇 是讲到大陆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你到大陆去看到他们的那些人才 或是他们对自我要求都非常的高 对 好像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年轻人要有点警惕 是尤其北方啊南方啊或是在内陆的西方 其实每个城市都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那所以你要做各个方面的 我觉得你就是要宽大的一个心胸 然后去吸取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 然后尊重每个地方的一个文化 那我觉得不管你在哪里全世界或是大陆或东南亚 其实你都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 嗯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益长君老师为大家介绍 他的新书超强搜寻力职场公关黄金法则 春光出版 谢谢 谢谢 谢谢